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今天我們還請到歐崇敬歐老師 因為我覺得台灣現在進入了一個選舉的倒數計時 真的是倒數計時 有人可能說還早啊 還有一段時間不愧 因為現在的狀況是瞬息萬變 尤其是候選人 你們不要以為現在是柯文哲對賴清德對侯友誼 隨時有可能 這三個裡面可能只有柯文哲是會選到底的 另外兩個 依歐老師的看法跟我側面聽到的看法 也確實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今天要來請到歐老師 就是要來談一談 我們要來看一看 現在接下來的局勢到底會怎麼樣 首先我先看這個 因為你知道我們格子我跟歐老師 我們格子都有很大的天線 我們都會聽到各種各樣的小消息 小道消息 那我聽到的是比較海外的 可能比較全面 但是卻沒有太深入台灣的一些 真正的真實的派系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我一段時間跟歐崇敬老師對一下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台灣的政治真正的動向 所以我今天要問幾個問題 這個郭台銘跟柯文哲在金門海邊手牽手散步 還說這是三盟海事 這是什麼 我只知道台語有一句話說 早沒三盟害死 早起說早沒拍死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翻成這個國語就是說 昨晚三盟海事了 一覺醒來的時候說抱歉 昨天晚上抱歉了 好就是那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認為這個符號呢 是要演給大家看就是 泛藍的選票確定分裂 這個動作是告訴綠營那邊 你們要做別的動作 你盡量做吧 表面上像是他們兩個合作已經確定 這句話當然是不用說了 就是民眾黨一定起航 你知道一定會有一個總統候選人出現 這些事情毋庸置疑 可是真正的意思是 另外的弦外之音 也就是說告訴綠營那邊 你們要做動作請吧 因為藍營一定分裂 所以藍營不管國民黨或民眾黨 都是選不上的 那麼反正民進黨提名出來是誰 只要那個人確定代表 真的到中選會去登記以後 那麼整個民進黨那600萬票是跑不了的 不管小黨有沒有再推出人來 那都不重要也就是說民進黨為了保護他自己的政權 民進黨是不會分裂的600萬票 於是如果蔡英文你對你現在的提名人是不滿意的 你大可以換掉他 反正我們一定會把泛男確定的分裂 而且這才是三盟海事的真正的海事三盟 文哲 所以柯文哲跟郭台銘的這齣戲 主要是演給誰看 因為郭台銘很高調 我跟妳講 蔡英文跟演給白宮還有紐約的智庫看 他們就按照劇本演 這我在您的節目呢 還有我的節目都已經說了大概兩個月了 他們真的如我們所預定的按劇本演出 而且時程還真的挺準的 我開始懷疑是你在寫劇本 不是我在選劇本 真的如我們所料 因為我們選舉的時間是有限的嘛 對不對 文哲 那既然選舉的時間是有限的 你就可以推算的出來 什麼時候如果要做哪一個動作的話 需要花多少時程 這個在第一次從1996年的選舉以來 已經可以得到經驗了 既然可以得到經驗的話 就可以反推回去 那什麼時候該做什麼動作 如果不在哪個點做某些動作的話 下個動作就沒辦法連鎖的做出來 結果發現這三黨如實的在演出他們精彩的節奏 最明顯的就是我再舉一個對稱的例子 超出您的劇本以外 那就侯友宜 我不是一直說民調有問題嗎 那根本不是真的民調嘛 對不對 嗯 侯友宜在被徵召以後 僅僅12天裡面跌到只剩18% 對吧 嗯 請問這12天裡面他做了什麼偉大了不起的事嗎 他有殺人放火嗎 還是強奸啊 還是說他又貪污了哪些前輩發現呢 還是他自己對空開槍的幾十槍有嗎 完全沒有什麼事發生什麼事都沒有 他還很認真地去跑啊 結果自動降了一半都還多耶 您不覺得這個民調本來就是安排好到五月底就是要把他降下來嗎 因為把他降下來就有利於民進黨那邊的操作啊 因為民進黨那邊就可以安心的換誰都不要緊 反正國民黨很爛不但爛還民眾黨要出來選 那這樣國民黨根本就拿不到500萬票 所以民進黨換誰都會贏嘛 這個氣氛是透過這個方式來營造的 而且我們早就知道換侯友宜 或者當時候利主要把侯友宜給保出來 這個動作就是為了今天以下這些動作而提前做的設計啊 你講的犀利有道理 你會願意扮演這種角色啊 我例如說侯友宜一開始就知道他會被這樣對待 我用數學的角度來看 這沙咖度 如果我是綠營我要出手的話 第一件事情我先讓侯友宜邊緣化 然後呢 再來就是讓這個國民黨先 藍營的這個陣營呢先失去信心 然後接下來就要讓柯文哲的民調也起不來 我可以插個話嗎文哲 可以 好 如果你是一個一開始只是一個小小的警官 你這輩子最偉大的任務或者說最偉大的理想 就是當刑事警察局的局長你就已經覺得不得了了 你的人生已經是非常輝煌了 結果你還成為民眾的英雄 你是不是覺得已經非常棒了對不對 嗯 那你人生在這時候居然可以當一個全台灣第一大市的副市長 你是不是覺得已經是前古古人了 也許後無言也後無來者對吧 對 好到這樣的心情你既然還可以再變成市長 而且連任那是已經叫祖墳不只是冒青煙了 是冒濃煙都可以的對吧 對 到這份上你一定不敢再有非分之下 你想說如果人家真的還讓我選大位的話 只要即便是選即便只要真的是選不管多少票 其實對我來說都已經是遠遠超過我的期待了 你會不會覺得即便人家只是把把你當作是一個工具人道具人 你也無所謂文正你會這樣想嗎 我覺得一個人這一生當中可以在總統選舉公報上面有自己的名字跟照片 這件事情已經很威了對不對 我畫一個方法問好了 全台灣六萬多個警察 誰敢做這種非分之想 您認為 目前在位的警察警官六萬多人 你覺得會有除了侯友以外的其他人會想到以後有一天他也會選總統嗎 代表國民黨會嗎 呃 警察應該是沒有通氣犯倒是還蠻多的 對 所以這種非分之想連想都不敢想 而侯友宜 人家如果安排他說那你現在選這一次就會被這樣對待哦 會前面把你捧了後面再把你摔下來 然後讓你後面不是太好選 但是會讓你選到完 那你幹不幹 你覺得他會答應還是不會答應 這個就說到一句話了 就人要跪在自知了 如果他真的是被周邊勸禁的聲音沖昏了頭 他可能就會犯下這個人生最不保的晚節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哦 聽說 這一盤的局這樣看起來哦 有人在後面下棋嗎 我這樣比喻哈 蔡英文啊肯定不是劉備嘛 以他的資質連劉禪阿斗都不如嘛 那背後一定有一個人要輔佐他 這個人就是成本不易公耕於南洋 苟全亂世於 性命於亂世 不求問答於諸侯的 諸葛亮 誰是諸葛亮 我跟你講啊 寫這個劇本的人呢 肯定是在美國 不是紐約 就是在白宮附近 好 因為這整個劇本必須要有一個宏觀調控 而且他們之間如果要自己達成互信 那是很難的 因為都會怕互相賣掉對方 只有由一個更超越 而且有絕對力量 而且並且可以處罰任何一方的人呢 發動這個劇本才會成功 再聽清楚哦 這個劇本要會成功 是要有辦法 懲罰任何一個不按劇本走的人哦 要不然這個劇本就絕對不會成功 對吧 還有這三個是不是都已經去過美國了 對不對 對 而且還要來第二次 空間在前後 我不太遠 對吧 對 他們過去的時間太近 都去了紐約 我也去了紐約啊 怎麼沒看到什麼期待上 不是 你是12年後才要選 所以你不要急 因為蔡英文在 陳建宏上來4年之後 他就會再幹8年 所以你應該是選12年後 你現在是屬於那個 馬可思的對手 就是流亡海外的那個 那一趴 你現在也流亡海外那一趴 12年後回來的時候 年紀還可以 那時候大概70出頭吧 還可以 你的意思是暗喻說我會被射殺在桃園機場 然後桃園機場 中正機場 改為文正機場 你是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你可以直接降落在松山機場 而且搞不好你還真的會當選 只是12年後 好 我要問一下 你剛剛講的是什麼小事啊 你寫的什麼小事 什麼叫做 陳建仁做4年 然後蔡英文當8年 你是氣笑嗎 我完全不是 因為蔡英文他確實是想要比照李登輝 繼續在卸任以後再控制台灣 20年到25年的時間 也就是直接到他90出頭左右 他目前為止呢 確實控制了一大堆資源 首先媒體控制9成 民調公司也控制了9成 再來全台10萬個樁腳 他全部是可以如數加增 還有呢 所有重要的潛藏的金流 跟綠營所有大咖的金脈 全部在他手上 再者是 美國的軍工體系25家的CEO 注意哦 這些CEO每個都有專輯哦 他們是自己做自己的專機來 25台專機 然後25個人擠進 蔡英文那個小小的辦公室 跟他齊聚一堂 你認為這個事情容易嗎 非常不容易 換言之是蔡英文既然擠入了 美國的軍工體系不打緊 而且是 共濟會這些兄弟會的體系 竟然被他打進去了 這才是令我覺得毛骨悚難的事情 這是從蔣介石 蔣經國 李登輝 陳正比 馬英九 這5個總統 從來沒有答過的事情 這確實是 華人的前無古人 也許也後無來則 所以要破他目前所掌控的 這個前方位的權利 是極不容易的 作詞的角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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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靠近 我们比威胁比赛还不如 换句话讲 现在是比1975年到1988年那段奖金国的时间 还不如 那也就是说 他要随时出手 搞陈文成事件 随时出手搞美地老事件 他真的做得出来 我这段话绝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 我决定 不却彭文正赦免蔡英文了 因为 他现在的出手 越搞越恐怖 他可以说比慈禧太后的晚年那段 接近20世纪初那段 还要恐怖 文正 让我想起了 一为总统 勒马 蔡婆 浩浩荡荡 民无能民 微微荡荡 民无能民 对我要开始写那个 这个我还会唱 我可以帮你唱两句吗 可以先 一为总统 无以将功 是不是这样 对 微微荡荡 民无能民 对 对 好 来 接下来要说的是 那很简单 我现在我的处境就是我回去会变陈文成 留在美国会变刘宜良 江南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恐怕你要找一个更安全的牺牲之所 比如说 火星 列明全世界100名的致命大学 然后你在里面教书 然后你是住在学校里面 然后这个不是 不是隶属于 蔡英文的手上可以伸进去的地方 举个例 比如说东京大学 举个例 比如说是首尔大学 等等 这样的地方 或者是像 曼谷的朱拉龙 龙龙大学 类似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会是比较安全 只要他手可以伸进去的地方 或者说比如说像你们家的院子 听说经常有人翻到你家院子去 假装要拍照 假装不小心走错路 那我觉得就不是太安全 好 而现在呢 摆明的是对着你 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消息 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兴趣听 但是挺精彩的 听说 彭文证只要又告他的这个检察官 或告他的法官 或者是在他附近的法院给他发鸡牌 蔡英文那天就在他公司大发雷霆 他下面的员工下面的秘书 就会因为彭文证 而被骂这样子 蛮搞笑的 发鸡牌也不行 因为你这样子的 又等于是制造新闻 让他的事情火上加油 让大家 不会忘记 因为你用这种搞笑方法呢 使得大家一直不忘记 这是他最耿耿于怀的 所以他现在不是恨你而已 是恨你恨了一个洞 恨了一大个洞 现在是蔡英文 已经叫做非常恨你了 恨你一万年这个意思 所以我跟你说 赖清德这件事啊 他不会跟他算 他绝不会跟他算 我们从游席关这件事情看出来 他们没有救了 就是因为没有救 游席关才以 逃亡式的方式 绕过萧美琴 仅仅只有差一公里 那个办公室跟国会山庄 只有差一公里 他绕过他 直接直奔国会山庄 这有没有像那个镜头啊 当时候那个什么王立军呢 开车直接冲到那个成都的领事馆 像不像啊 你这个比喻实在是太有画面感 有没有很像对不对 直升机在上面照嘛 他就真的看到车冲进那个领事馆嘛 有没有 哇这全身而退 游戏坤没有那个 在那个国会山庄 在DC附近 Maryland附近的highway 没有出车祸 这也真的是 对 但是 我们现在告诉我们所有的 观众或听众朋友们 要帮我们的彭老师祈福 帮文正祈福 让文正赶快在全世界里面 找到比较正义感的学校 让彭老师去当 客座教授或者是特聘教授 然后要不然呢 你就看到彭文正 有一天冲向中国大使馆 请中国大使馆庇护 这事情就搞笑 台湾的公民需要中国来庇护 那就very好笑 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跟蔡英文连在一起了嘛 所以美国大使馆 不会庇护彭文正 这样卖啊 现在全世界已经变得很捣错了 请注意 哎蔡英文这么大吗 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啊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那 呃对你讲的有道理 我给你讲25个军火商会连媚到台湾来 你知道这些人 他们不是坐台飞机哦 是各自坐各自的专机哦 而且我跟你讲哦 如果不是来领钱呢 只是来谈生意不会干这种事 你知道吗 但谈生意不会干这种事 谈生意找个sales来就好了 或者是这个 呃这个网路谈一谈就好 可以 会这样来哦 可能是来领支票的 对不对 是来签约的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 可以 sales talk 不会这样子 不是这个规模 签约才会 专机来嘛 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不是去销啊 花多少时间 花多少钱 跑来台湾只是来sales talk come on give me a break 好我要问 游锡坤 凭什么 敢这么大胆 可以干冒这个 不逆龙虚之大不韦 硬是要绕过蔡英文的系统 然后几经劝阻不同意 不听 然后执意要赋美 这背后是什么原因 八个字 给你更简短浓缩答案 因为今天要谈主意太多了 那叫做走投无路 拼死一搏 这显然不是游锡坤要走投无路吗 因为游锡坤一副他已经不玩了吗 他已经先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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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锡坤确实走投无路 因为游锡坤有投资 还有一些部分的特殊形态的好朋友 比如说在嘉义的 大家知道的股王 早在一年前 蔡英文就派他的重要的法律系的学历 去把他给收拾了 交保费用高达将近十个亿台币 好像还超过的样子 那就是在超游锡坤的盘 因为他是要赢的支持者 何鸿燊啊 赌王不是Stanley侯吗 何鸿燊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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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香港赌王 比他还富有 他这个人称为亚洲赌王 我知道是谁 我查了一下 陈寅住在去年被捕吗 然后交保金额天价嘛 对不对 对 那谁负责这个事情呢 谁抓他的 是要在嘉义附近的蔡壁仲 蔡壁仲的律师事务所就离 这个陈董事长的这个办公室附近啊 大概只有两公里而已 而蔡壁仲现在在防务部啊 而且蔡壁仲他还是陈明文的个人的长期的律师哦 对这个黄月红最清楚 因为他跟陈明文 所以他们离得很近 而且陈明文还好几次跟去跟陈寅住借钱 你不是这些关系错终复杂吗 嗯 他既是他的律师 陈明文又经常去那里借钱 哎他为什么又代表蔡英文来把他给逮了呢 而且搞了一个天价呢 他对的不是 陈明文 他对的是游锡坤 所以游锡坤的驻嘉义代表是知名的陈茂松 在这个派系里面大家都知道 陈茂松就在陈明住的那个重要的咖啡厅里面是总基底啊 嗯 这大家也都知道了 因为蔡英文在2008年拜票的时候 在嘉义市党部 他就要邀请蔡英文去那个咖啡厅喝咖啡啊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人正好在旁边啊 我就在现场离他们都不到两公尺远 我听了一心二厨啊 那呃 你三个下场了啊 就你欧重点三个下场 呃 陈文诚 尹清风 刘怡良 三个给你选一个 呃我选第200多个 哈哈哈 也就是说蔡英文啊 他没空处理我 他他先忙着处理 你们内部的人 因为他认为啊 整个反对党或者说国民党这边 大部分都被收买光了 我们就剩下一些啊 无聊的声音 他只要帮我献牛就可以 他不是到现在还帮我献牛在四万四千四百多吗 嗯嗯嗯 他只要继续干这种事情 简单吗 我们的声音出不去不就得了吗 你不觉得他在警告你吗 是自自啊 啊对对对 要不然你就死定了啊 嗯 但是啊 但是他积极要收拾的 是民进党里面的自己的 你看嘛 抓陈志忠 说抓就抓 可是等一下 说抓就抓 对不对 可是有一说 陈志忠是赖清德抓的 哎呀 赖清德 他现在连抓 他自己的能带都没有 我问你 你认为赖清德此时此刻 他剩下什么资源 什么招数可以用 他只剩下去大学演讲 说重启核电 他只剩这种招 我看他下一个办法是到 另外一首大学是唱 国父纪念歌 这辈子蔡唱 蒋公纪念歌 总统蒋公 你是人类的救星 你是民主的长城 对不对 对 他如果去玩这些招数 当然是他可以碰的 然后好像很跳透 可以引起注意 其他他没有招 你讲的有道理了 陈志忠抓进去官是 不是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弄不到 手伸不到司法吧 谁有那么大本事 尤其会回来 然后不爽 派黄黄昌出来 把陈黄破给咬下去 黄黄昌是随便可以 说叫就叫出来 黄黄昌他就有办法拿到那张 怎么不是我拿到啊 陈国伯就这样废了 游其官跟他都是宜兰邦的重要代表 然后赖国系就这样废了 然后南部新潮流系也就这样废了 南部新潮流系废了吗 新潮流在南部是 连黄韦泽都废了 对不对 整个是操盘 丘利利也废了 然后这时候废的同时 把陈东克林拿进去 然后再来握陈志忠的手 什么意思啊 你听话 我把台南高雄屏東的盘给你 你一边一国负责这个整个这个盘 爱收多少田租 你收去 只要你听话 你就成为民建党里面的一边一国系 你要不听话把你全家抓起来 顺便你藏在天涯海角的那几百亿几千亿 全部都把你挖出来 你选哪一个 我看你一边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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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扁感受到重新的温暖 台南高雄屏东地盘要给我 因为新潮流系退出了 所以这块地盘变我的了 那陈志农将来就可以当台南市长 或者高雄市长 对不对 其实也不用太悲观 因为修法再修回来就好了 你不觉得吗 没错啊 这排黑条款再修回来 如果他真的有本事 老娘拍板定案 什么排黑 从此以后不排黑 那就回来了 所以这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一直在看这个 我觉得同志你现在有个机会 我可以不开个玩笑 你尽管开没关系 反正赖星人要被换掉嘛 对不对 对 我觉得你有筹码跟蔡英文换 他把蔡英文把赖星人干掉以后呢 改提名你 出来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候选人代表民进党 我们坚决勇务理 你觉得怎么样 从此以后我每天要跟他 然后你不要再追假论文了 你就说你错了 你漏看了 我跟你讲 我出来洗门风说我漏看了 这个新闻效果会比我继续挖他的论文 大一百万倍 要玩来玩没关系 我就洗门风说我错了 我告诉你 我这个动作引起的新闻关注 跟全球的关注会百万倍于我现在继续讲 他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来到美国 麻烦你讲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场或一场以上的演讲 是用英文讲 那 no problem no problem 也可以用那个 我现在最近常在练这个西班牙语 因为在这地方不讲西班牙语有点困难 你记得要讲英国详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好 我跟你讲 这个 可以 我可以勤列 然后 照你这个剧本下去的话 14年后 你不要有你不可能 可以在赖庆程9月中被废了以后 如果你时间来得及在这几个月 你忏悔 我跟你讲 你出来说他的论文是真的 我忏悔 我说他论文是真的让他提名我 所以他可以去当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 对 多么大度 然后我就当中华民国总统 这个局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不管是韩剧或宫廷剧都可以拿这个 而且我真的觉得李金玉一定是 有史以来中华民国的总统夫人里面最美的 不是蒋宋美龄啊 蒋宋美龄真的差你们家金玉差一大截了 谢谢 谢谢这一集这一集只有这句话是真的 吉他都销威了 我接下来问你 那个 陈志宗不论 麻烦你一定要剪给金玉姐听啊 我不会干这种惨媚的事 我会不经意的很不经意的 在他身边突然走过的时候放到这一段 然后就马上跑走 然后他就说你刚刚那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马上就回去看 好了 接下来我愿闻祈祥新潮流到底怎么了被消灭了 南部不是有个花吗 重量级你看那样就重量级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真的 现在老板跟未来好多年的老板都还会是蔡英文 这件事啊 恐怕 集全台湾的有志之士 包含有钱人跟有能耐的人跟聪明的人全部联合起来 想要把他给干掉 我觉得至少在八年里面我们都做不到 他们绵绵蜜蜜的空军海军水军网军都控制住了 所以八年四年加八年十二年难怪他 至少至少至少对甚至是十二年我们也许都拿他没办法 更严重的话拿到十六年 这个十二难怪我终于搞懂了难怪要通气我十三年 对对他的意思是说你回来也没用了老娘在吗 我还是认真的说我现在是真的认真的说 刚都假的 手上筹码你去跟他换 也许真的可以换到很特别的东西 而且也值得换你认真考虑一下 换通往地狱之门的钥匙吗 你这样讲我同意 但是也许你去地狱拯救苍生吧 这让我想起耶稣受洗之后从约旦河走到旷野 这个路西佛就派人来跟他说 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 你就从这儿跳下去吧 因为你跳下去呢 你的上帝会把手把你拖住 你会毫发无伤 耶稣不为首度 这个路西佛呢 又派人跟这个耶稣说啊 你肚子很饿嘛 因为绝食嘛 在旷野 那你就把石头变面包 那耶稣就痛斥他说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乃是要靠这个神的话 这个路西佛的使者呢 又不死心 这一关最难过 带他到一个旷野的高处 看着底下的繁华的万家灯火 就告诉耶稣说 你只要拜我 这你看到的地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全是你的 现在我开始接受试探 我用的办法是什么吗 我这个都是值得分享 我既不跟他谈判 不跟他妥协 但是我仍然不可能有办法完全对付他 那我用的办法是 我找15个国家 每个国家找一所跟我过去长期有互动的大学 然后如果他一旦启动的话 我就轮流到这15个国家 各个跟我过去友好的大学 轮流每一个的国家去一年当客座教授 这样轮15个国家轮下来呢 我就已经逃过他的古杀 可是呢 我仍然可以在我客座的学校里面 不断的连线 继续做我的各种评论跟播出 这是我可以考虑 而且安全的方法 那我想到了 你总需要一个人帮忙放PowerPoint啦 搜搜考卷啦 对不对 那个人就我了嘛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他是说你有筹码 跟大家谈谈看看 谢谢 谢谢 我决定继续发鸡牌票 好来 我问你 现在赖清德是如何 赖清德就是属日子 真的叫做预知死亡济世 他呢大概就在未来的120天里面 那一定是到完全社会性死亡 或者媒体死亡 现在赖清德如果他够聪明的话 是应该铺陈好 他到时候不要变成是原从汉 被千刀万挂 他最好就是飘然隐退 可能会是他最好的结局 而且蔡英文显然是要把他往死 治理党 因为连游锡坤的整个郑国系 那里面的大阿哥二阿哥 就包含林家龙跟林又昌 都集体的相消遇云 所以这是团灭 不是只是捕杀赖清的一个人 这是像国民党当时候啊 这个1930年代搞的清党运动 所以这次民进党会再一次的玩出清党活动 那么剩下的主要都是蔡英文体系的人 我觉得啊在1995年以前 那时候的所谓民进党的红牌的政治人物 可能在明年起会几乎所剩无几 也就是会完全民进党已经彻底的被改头换灭 里面的人 甚至里面的周志文 周常委 重要的党代表 可能都会全面的被换掉 蔡英文在这里面的动作 我觉得在历史上可能会被记上一笔非常关键的一个 台湾社会的奇特变化 我说过它是让整个民主完全开了闹车 台湾现在不是亚洲最民主的地方 现在台湾是已经走回 比蒋经国的威权时期更要接近极权的 整个政治体制的所在地 这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要不然不足以这样弄彭文正 而所有人经过寒蝉 没有人敢讲真话 这表示我们现在的体制本身根本就有问题 文正 不过还有啊 还有欧崇敬在讲真话呀 诶 问题是他也可以随时来弄我啊 他不是把我所交过的学校已经关掉一半了吗 对 你交过了 你交过了四所大学他关掉两间了耶 这个有趣 这个有趣 对 我要问你的事情是说 我相信赖金德一定知道他的处境 不然他现在他不知道 不见得 就是没有 因为在局中的人往往会看不清楚 他觉得他有可能赢 你懂意思吗 我只能这样讲 赖金德不是很聪明的人 因为我跟他有 在他被蔡英文设计陷害党内初选的时候 我跟他有 通讯上的互动 我证明一件事情 他不是很聪明的人 这个我就话讲到这里为止啊 不要再落井下石了 因为本人是穷寇莫追 而且不打落水狗 这是一点人性嘛 就僵残灯火不熄灭嘛 压伤的芦苇不折断了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觉得赖金德接下来极有可能变成什么 李宗仁啊 你再告诉他了 没那么好 他已经把他往死里打 因为你看看 只是游喜婚跑出去再回来 陈沃波就是这个下场的 整个政国会就团灭了 然后他立刻去找陈水扁去做联盟了 这些大动作 而且前面掉他去才刚刚失火 那十五十分钟的火不是告诉大家了吗 他把该烧掉烧掉该拿走拿走吗 所以他是准确的要报谁立刻翻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把你赶出国吗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资料翻 你如果可以被他翻外遇 或者被他翻贪污 或者被他翻 你有这个什么怪异的性癖 那你就不会被赶出国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要有一点外遇 要有一点怪异的性癖 还要再谈无教 我就可以得到全身 全身我可以得到吃饭 你都没有吗 你的意思是说 我就因为没有这些 所以我才落到今天下场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保全身的话 我就应该开始去 有什么癖好之类的 我跟你讲 这有历史上的案例 当时候的刘邦在外面打仗的时候 他一直回头去怀疑萧河 萧河当时的声望非常高 最后萧河被怀疑到受不了 你知道怎么办吗 他就只好故意强占很多农民的地 而且用很低的价钱 故意去强占了几千亩的地 然后最后明月四起都来骂萧河 萧河就被刘邦抓进去关了几个月 这样就邂逅了 然后刘邦就很开心 就是你现在声望的比我低了 然后关姐姐再把他放出来 然后让他继续干 你懂意思吗 所以萧河是故意制造自己身上有缺点 如果继续那么卓越那么优秀的话 那别客气 刘邦一定是要把他给干掉 我觉得你对于蔡英文来说 你还不只是萧河那种样子 你会是韩信 因为你的那个威力 就可以把习属霸王后来给拿下来 你就可以玩心理战 玩各种奇特的战役 四面楚歌 四面埋谷 然后让那么神有的项羽 就不愿意过乌江 然后自远文于乌江边 然后霸王别姬 你是有这种能耐的 因为你有这种能耐打超炫战 所以他才更怕你 留你这个武器不能被他控制 那就更可怕了 所以最好就把你赶出去 然后把你给废了 这才是真实的 我现在觉得我飘飘燃 我好像在二楼录影 现在 生活者父母 自我者崇敬也 我突然发现我好伟大 一下又开心 我说的是真的 你不觉得你过去在2014年到2019年之间 你其实做了非常多重要的革命性的事情 那个就像是在媒体的超限战的工具 和超限战的战法吗 不是吗 我没说错 我没有故意捧你 对不对 我只是讲一些实话 然后推动一些东西 经过了非常多次战役 对不对 是你后来自己不受扣 你非要打贾论文贾博士们 而且越打越发张 而且越远越像 还发鸡牌 非常可恶 接下来可能是会烤乳猪 不是 我怀疑啊 你是蔡英文附身是吗 我觉得你刚骂我的样子 很像蔡英文 如果哪见到我面的时候 应该会这样骂的 我问你一件事 彭文正 你认不认为全台湾最了解蔡英文的男人 不是你而是我 我一点都不了解蔡英文 真的 我一点都不了解 你觉得我非常了解她 你还跟她求婚过吗 所以我想应该是 这不代表我了解她 但是我真的了解她 您不觉得吗 我觉得你有一种很特别的 我觉得你有一种很特别预知未来的能力 我觉得你有你有很深的参透人性 这我不是在恭维你 我认为 我的抽屉里面有一颗磨得还不错的水晶球 我经常看水晶球得到一点答案跟启示 我的水池边有一只乌龟 可是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准 我觉得我只能看到 我的愿望呢是牵着彭文正的手 不是在金门的海边 而是在北京的天桥下一起说书 说台北二人转 而且到春晚去表演 我觉得应该蛮 wonderful 那先要把国语给练好 该卷杀的要卷杀 不卷杀都不能卷杀 我跟你讲啊 那个 赖清德人家这个大学生问他说你最想跟谁共进晚餐 他秒回说习近平 然后外交部就说 啥玩意儿啊 这个跟外交没有关系 什么副总统啊 哪有这玩意儿啊 谁跟你参加基本餐啊 那你怎么看这个 我认为赖清德现在已经是完全连基本的作战招数的能耐都没有了 他已经被拔掉了所有的战备跟所有的道具 而且旁边的人已经全部都知道赖清德完蛋了 因为当游习会去美国的那一刻 那69位立委不愿意去的时候 就已经用脚投票了 而游习会绕过肖美青的同时 那就糟糕全天下赖清德跟整个游戏 跟整个犯赖的我们称之为叫左翼联盟 民进党的犯赖的左翼联盟 整个就要被蔡英文这个右翼联盟给团灭了 因为现在台湾不是民主时期 再说一次 现在制度是家长制或者叫新苏丹制的时期 比威权体制要更可怕 因为蔡英文随时可以把夹弯 自己否定自己以前所讲的话 民党现在正是如此 包含着他们的电的政策或任何个政策 他都可以随时基于他自己的需要而改变 包含晶片 包含台积电 任何一个所谓他自己原来明码标价好的政策 他都可以立即改变 正如同 彭文正本来是立营里面的头号 头牌 而且是讲话一言九鼎 大家绝对不用怀疑的重量级的超级教授 他一系之间把彭文正打成流扣 这就是标准的家长制跟新苏丹制的政治体制 才可能干中事 而且没有人敢出来救你 表示台湾距离民主不是遥远 而是非常遥远 文正 现在陈建仁呢 在牛棚链头 热身 陈建仁就准备当那个卡克部下 就是隐武者啦 也就是说未来他被蔡英文放上去 他就乖乖放上去 该念什么稿子 念什么稿子 该演什么戏演什么戏 反正国民党或者什么泛兰呢 或者叫菲律联盟呢 根本就叫一盘散沙 而且叫做树中吴大将 现在呢 连廖化将军都称不上的人呢 正在当先锋 这种局面啊 陈建仁反正他是个院士 是个教授 摆上去四年 四年后再把省个大位还给蔡英文 让蔡英文再干八年 知道蔡英文79岁 非常圆满 他就像蔡英文的严家干一样 这个剧本不错吧 那我听了你这剧本 我要再多去买几头羊 好 我接下来要问的是说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啊 这个我觉得大家必须看清嘛 全世界现在就两大强权 不管任何国家要做一件事情 要么看看美国的脸色 要么看看中国的脸色 悬核一下 然后选一边站 现在全世界都这样的 没有一个国家例外 那中国大陆会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扮演什么角色 我想中国大陆一定希望 国民党这边呢 会有人能够醒来 但是国民党这边 似乎怎么样都叫不醒 这才是最令人觉得奇怪的地方 也就是说显然蓝营啊 包含我们过去认为深蓝的那些立委们 非常令人惊奇的是 在该说话的时候 都完全经若寒残的不说话了 只有少数的几个女议员 或者女立委 爆料一些假博士论文 或假硕士论文 如此而已 可是真正在大局的时候呢 国民党这些人竟然 完全一句话都不讲 这只有一个解释 这些人要不就是跟黄国昌一样 可能什么东西被拟业住了 叫他出来放话就放话 叫他不出来不说话就不说话 再不然 就是他们被钱给买断 又或者是他真的已经经落寒残 只有这三种可能 所以即便北京啊 想要扮演什么角色 恐怕已经弄不清楚啊 国民党到底有谁 还真的是站在蓝营这一边 所以说国民党有谁 没有被蔡英文的这个民进党右翼联盟 给市前的售卖走 简单讲 像桃园市跟新竹市的所有议员 那免谈的大家都知道 他们已经完全 在当时就已经参与了 所以没有人出来纠举林志坚 也没有人出来纠举宗文燦 到后来纠举的全部都是外部的 这种情况啊 不会只有桃园跟新竹吧 我们事后发现 几乎整个国会 几乎都进到这种结构里面去 那台湾发生什么事 就好像军火商 为什么会来25个 25台专机竟然齐聚一趟 这起也坏灾吧 我讲一句实在话 这种事连蒋宋美丽跟蒋介石 是上过TIME杂志好几次的 都做不到 连威权体制的重量级 世界级知名领袖 蒋经国也做不到 蔡英文做到 蔡英文做到一定有别的原因吧 不会是因为他才华洋溢 不会因为他的博士学位拿得特别好 都不是 他是一个连说谎都说不清楚的人 所以表示 他一定做了什么奇特的 违视或投资动作 因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在这里 非常的警觉 因为他们经常演戏给咱们看 甚至许多国民党的参选人 也只不过是他们剧本里面的一个环节而已 因为 不会那么巧 哪有刚征召完12天就点到18% 而且当事人 坑都不坑一句 这都太不正常 我再说一次 我曾经在你还在主持 民事或者是在伊甸市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当时候台湾仍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所以现在我愿意说 现在台湾 经过蔡英文这七年 是变成成为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国家 而且已经没有任何反对的 没有任何监督力量的一个国家 并且蔡英文对于所有有力量的人 都已经使用的 各种百观行数的办法 随时你只要感动 他就可以准确的拿出你的资料 把你爆料 如果你家开了很多公司 像朱立文 他整个家族开了四十戏家公司 那小心 所以所有经营大型企业的 我都不认为 他们可以自己爱怎么演就怎么演 我都认为 如果他们参与这个戏剧的话 这场戏的话 那他们完全得根据别人所给的剧本演 我再多加一句 即便大到如像玉龙马斯克 也不会例外 政治的力量 政治的威力就是这么大 这个我们已经见证了在全世界 而且近200年里面看到好几出了嘛 从胡雪岩 一直到台湾最近 那历历在目了 不需要多说了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台湾现在 其实根本不存在的反对党 也许反对党只在家 或重庆跟彭文政法 再加上一些 还算痴情的观众 就如此而已 但是观众 那咱们来组 那咱们来阻挡好了 好吧 阻也没用 他可以把你金麦给拔掉 你忘了 那金麦拔掉 我就吃自己嘛 靠玛娜过日子 我认为 除非是蔡英文 跟美国的关系 我们有办法把它肢解掉 以及它跟媒体 跟民调公司的关系 有办法把它肢解掉 否则这个局面会继续 而且国民党现在是 每个月都要去借三千万的时候 还有每一个选上立委的人 或选上议员的人 都是要自己去找钱的时候 那你认为这些人 因为缺钱 难道不好控制吗 非常好控制对吧 好听到这里 不是怀疑人生 而是我要好好的读圣经 从这个上帝来支取一个 无比巨大的力量 来对抗撒旦的搅扰 这就是我们今天谈话的终结 我们彼此保重 互相守望 为人类的基本价值 共同奋斗 同志尚未努力 革命也还没成功 大家加油 谢谢欧老师 好 感谢 拜拜 清除一下 机器 bead ca 我们 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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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